丽颖成名之前的照片,就被网友扒出来了,一起来看看吧,大家觉得跟现在比有什么变化呢?能打几分吗?我想,赵丽颖出到至今的变化最大的就是眉毛,眉毛有了形状之后,气质也就固定了。 赵丽颖分名销族业,也分半路出家,另有辩识她并不是跟其余明星同样,出生在豪富大贵的人家,她家只是一个通俗家庭,这些贼娱乐界和官方早已不是什么惊爆的消息了,但这些不止没有给赵丽颖带来什么亲好的影响,反而因此获得更多的赞美,没有任何后盾的她。 但是跑了足足六年的龙套,自己支付了若干的尽力和若干日久夜夜的艰苦,才有了本日这个位置,小时候生活在农村,经常跟着大人做农活,跟爷爷出去摘棉花,在门口包棒子这些,娃娃脸赵丽颖很有亲和力,很美很萌,但谈起儿时的自己,赵丽颖却用惨不忍睹,来形容小时候的自己。 那个手就跟电视里面采访那个山里边的小孩一样,那个黑的那个村,虽然儿时的赵丽颖家境不是很好,没有漂亮的衣服,各种的玩具,还时不时的需要帮助大人做农活。